那我们先很快先跳进去技术跟产品面了解一下 然后再退回来 我觉得在只听到现在发现 大家觉得技术都是其次 其实很多前面的客户沟通 期待设备实在反而是关键 但是因为应用场景不一样 比如刚才我说的 你的影片不是像那种弄好 随便临损 它其实是一个电视 是在这个年代不太能想象的这种 这个节目需要等到礼拜五三点钟 才看得到什么鬼啊 比如说被binge-watching 那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会叫 You-based, Content-based, Collaborative等等 在打造在你们这个专案里面 那个基数到底最后怎么选择的 然后它的关键是什么 然后我们今天讨论过 Setup Box的环境 Data也蛮特别的 就听到那个节目种类 需要用NLP再去分 有没有其他资料可能 一般人可能没有想象到 没有办法想 应该是 OK 有一个很容易 是这整个服务 有点像是提供 Setup Box 在每个客户家里面 它是同时可以看得到电视 日本电视生态蛮神奇的 就是他们是可以提早预约的 跟预录 就是我可以预约下礼拜三什么节目标 所以有节目标一开始就出来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补充这个 他说第一个是日本电视 日本人习惯大量用节目标 台湾人是不用的 对 第二个是他可以预录 他的机上额是有硬碟的 OK 然后还可以自己回放 然后第三个呢 日本也有功能 台湾可能有 可是我们不再做 我不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 我连忘记了 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现在是8点整的 假如有个球赛7点开始打 然后你8点进去的时候 你就发觉已经3比0了 OK 那你就没有办法知道那三什么事 你可以现在rewind 他虽然是live的 可是他可以rewind到7点看 你可以rewind到7点05分 发觉他哄一支拳会打得3分 你看完过瘾完了 再把它变成live 然后还有很独特的行为 好难道 还有一个 那个 因为我觉得我补充完 金凯就可以讲 复杂技术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service 他还可以做一个所谓 所以Cellabuzz一般有时候一户会不止一台 OK 可能是挂在 比如说这户的户长的名字下面 可是第二台可能是小朋友的名字 所以他可以两个可以不同的data 懂懂懂 然后他手机的app可以跟他sync 所以他们叫做companion device 这超复杂 一开始看companion list 他一直在讲CD 叫companion device 那我们都看不懂在讲什么 是是是 所以手机是可以跟第四台的Cellabuzz 可以联动 所以你也可以在手机看跟他有关系 Cellabuzz 然后你还可以直接在那边下预录 那Cellabuzz都带过 很复杂 我听说Cellabuzz上面也有其他app 也可以过 有PlayNetflix也可以 所以听起来那个资料的量 比想象中的量更复杂 其实你可以爬到东西更多 这个对后来打造这个继续的时候 影响或是会不会是他 OK Cellabuzz其实里面就是刚刚讲的最基本的功能 除了提供电视之外 其实他里面还有其他VOD application 也包含了客户希望帮他打造的VOD application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为了能够做到一些推荐 就是刚刚说我可以推荐 因为刚刚你都提到预录嘛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跟推荐站上边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推荐下周 你有什么可能感兴趣的节目 我直接出现一个未来的 你就直接按 你就不用自己去翻EBG了 你直接就是你感兴趣 我就先帮你挑出来 然后或者是现在被最热买的 这个最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上面 然后再来是VOD里面 其实我们会知道他可能常常会开哪些app 然后跟使用自己的东西 那因为其实我们的客户正在一个转换的期间 所谓转换期间 他希望从电视慢慢变成可以跟VOD compatible 所以他其实是希望跨两边东西的结合 有点像是我可不可以知道你在看电视的行为 然后转到说我觉得你对VOD喜欢什么东西 然后这次Cellabox的时候 是因为两边的log都会收得到 所以在这种cross domain的这种学习上面 变成是其中一个课题 因为日本Cellabox 日本现在今年大概年纪的中位数是五十几岁 然后装Cellabox的人 其实大部分年纪都相对比较相对可能高一点 或什么之类 所以开VOD的行为相对少很多 也就是说我的客群 假设我随便讲有100人 然后都有装Cellabox 看电视的人可能有八九十个 但是开VOD的人可能相对就少很多 只有二三十 那我也没办法透过用他看电视的行为 去找出他可能感兴趣的VOD 对那两边Cellabox又不一样又分开 对那怎么做这个结合 就变成是其中一个课题 所以听起来那些算法也没有这么单纯 就想那么collaborate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 那个开发的流程是 大概怎么可以大概流出一下 是先塞个屋杯 然后我们再试试看 还是再突 还是需要从the ground up 慢慢去研究 嗯 我们这边那部分是 我们一开始哦 因为我们其实当时的时间蛮紧 所以其实做的时候是电视归电视的推荐 嗯 然后VOD归VOD的推荐 所以VOD的推荐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Huristic, Content-based, CF 或者是把它 hybrid在一起的都存在 OK 然后电视的比较不一样 电视的因为你是future的东西 所以我们大部分是用Content 去把它Relate在一起 哦 所以各自都做好以后 中间其实Content都没有连接 但是唯一连接的是User 所以我把User所有的行为 都会先记载起来 建一个Evading 然后Item也建成Evading 假设今天电视有很多行为 VOD没有行为的时候 我可以透过你在这边Evading 建出User的Evading 然后再从UserEvading 去跟VODEvading 去找它的相似程度 所以我就可以猜出来 你可能感兴趣 哪些VOD的档特 理解